歡迎 兩感達人李佳穎 妳好 來…好好介紹妳帶來的這些是什麼 好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紡織王國 像很多國際知名的運動品牌 都會來台灣採購我們的 所以就是 機能紗線 是的 就是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功能 作用 對 像紗的話 就是這個是圓紗 圓紗我們會把它去支成布 像這一塊布它是兩感布 可以摸摸看 它是不是摸起來很冰涼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 涼涼的 對 它就是用我們 台灣花蓮那邊的 我們這些沙場很厲害 他們會把這些風石浴 用一些奈米技術 把它碾碎 把這些玉石的粉 用奈米的方式 製造在這個圓紗裡 但是也就比較重一點 這是比較大塊的原因 那是大塊 不要太害… 沒事 不要坑坑的 反正 它是因為有玉石在裡頭 對 有玉石在裡面 因為玉石它可以吸熱 因為它的筆熱比較小 所以它可以吸熱 就很快速的吸熱 然後散熱 所以你會碰到你的皮膚的表面 你就會覺得很涼爽 對 好厲害 台灣還用那個什麼你知道嗎 寶特瓶有沒有 有 去抽絲 然後做成什麼 那個世界盃足球賽 幾乎全部的足球衣服 穿的衣服 褲子 都是台灣做 好厲害喔 對 台灣 像這樣的布料 因為其實這是單一的功能性 我們現在其實台灣人都喜歡 越多買 有喜歡一些附加價值 所以像這些只有良感 是不夠看 像這一件外套 我知道是它還混訪了這個 用咖啡碳去回收 然後這咖啡碳它的功能 就是可以除臭 所以它穿了又有良感又除臭 因為你跑步會流汗會有汗臭 所以很適合去做 你不要這麼著急嘛 還沒有看錯 現在還沒有 太著急了 但是有Latte的味道 真的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咖啡豆啦… 咖啡豆 對 咖啡碳 然後像這一件的話 它是把日本的深海魚子 還有海藻的胺基酸混房 在沙線裡面 所以它有保濕又有良感的效果 保濕 對 保濕的衣服 對 太厲害了 然後皮膚穿的可以比較不乾燥 因為女生最怕老化嘛 保濕 真的嗎 乾燥是老化的元兇 所以皮膚的保濕是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口說無憑嘛 當我在選購這些衣服的時候 我一定會看 它是不是有第三方 認證單位的檢測 像它是不是有去檢測Qmax值 就是政府認證的Qmax值 可不可愛 Q不Q Q嗎 越Q越來 Q值越高越良好 Qmax 不夠可愛就不行嘛 對 然後像說 一些防曬用品 我們一定要看有沒有 測UPF 像化妝品是看SPF 衣服的話我們是看UPF 所以大家不要搞錯了 UPF 對 UPF 炸雞是看KFC 對… 所以高速公路要試ETC都不一樣 是 兩感的沙線有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衍生做 很多不一樣的產品 就是兩感袖套 這一個產品的話 我發現它還有加防紋 防紋的效果 防紋 書語…來好了啦 來… 你試一下 來試看看有沒有涼 好 來… Try… 媛媛要不要來一個 好 媛媛要配色 試一個 粉紅色好不好 這個有需要先涼溫度嗎 黃色可以嗎 好像不是很搭 不是很搭 一人一個 真的滿涼涼的耶 我以為戴上去會很熱 就是涼涼的 海邊有沒有 女生穿得很清涼 為什麼會有涼涼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用兩感紗 兩感紗做成的袖套 它就是好像有風在吹我的手 對… 像這樣戴這種 就是像我會戴的袖套 去騎腳踏車 然後遇到風的時候會越涼 因為風吹過來 然後會把妳的熱氣 越快速的帶走 請問有人要買月蘭花嗎 有買嗎 為什麼我們就長得這麼滄桑感 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 人家就是在海邊的公主 對 為什麼 我們就是很滄桑的感覺 袖套 女生就出來用得到 怎麼樣 真的涼嗎 因為其他這些這個就電風扇 對 就是電風扇 像這個袖套的話 像這現在很流行 這種極凍式的噴霧 所以很多人 就是會用這種極凍噴霧 噴在衣物外面 就會有更涼的感覺 好涼喔 真的 去… 我是看看這個極凍 去…對 對… 家裡不錯耶 就是當你在穿戴衣物的時候 你可以先噴在它的外側 然後再穿上去 你會瞬間更涼 因為又防曬又涼 可是它如果同時有防紋的功能 真的就有點太厲害了 對 它是有防紋的功能 你在帶小孩出去推推車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一下 小孩也需要 不是 它這椅子都很涼耶 這個感覺起來 算是滿積極作為的 因為妳真正是可以抵抗外來的 對不對 對… 物理性防曬就可以買這個 對 這一套全部都可以賣給我們的廖醫師 它非常的需要 各種物理軟件 這個東西是 現在騎機車的女生非常需要 這是什麼 這就是防曬裙 是吧 防曬裙 防曬裙的裙子 對 因為早期的防曬裙 都是那種很像圍巾布做成的 然後那種圍裙 圍裙布 然後它那種很…很熱 然後因為它是防水的 所以很悶 所以現在都改良 用這種機能部做的這種防曬裙 戴起來很透氣 另外再多套上去的就對了 所以現在騎機車的 騎機車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東西先噴坐墊 因為坐墊超燙的 然後先噴著坐墊讓它降溫 然後再噴在防曬裙外面 然後再圍著防曬裙就可以很開心 就可以開心的騎機車 這個要換給Uber的外送司機 太棒了 再一次感謝 謝謝 謝謝